卧槽 卧槽 李宇卓篮下 没有角度 对没有角度 万世冲选择一个急停出手 啥的有点急躁 这边于心也选择切入上篮 好球可行没进 若晨第一得分后卫着三分 哎呀差了一点 卧槽卧槽 这边 牛逼队 强行犯规阻止对方的进攻 万世冲选择一个中锯出手 没有命中 鱼蟹抢了篮板 哎呀 这个显然是 缺乏手感的 打到这个阶段 双方球员都体能消耗比较多 手感不是特别好 这让防守压力都很大 因为防守是 你就算没体了 你还是可以拼命去防 靠意志力 但是你进攻投篮的手感 就不是那么容易维持的 这球就是很可惜 哎呀 这个也没有 李宇卓强打篮下 诺晨第一中锋 2加1 哇 现在这个比赛又有悬念了 这个十有比二十 只差三分了 三百半了 对 刚刚已经说过 李宇卓虽然是身体比较粗壮 但罚球非常的精准 对 这个投篮的手感是很好的 路直播 买到Facebook 你看又罚劲了 今天删罚巨重 就是罚球非常好 非常稳定 这个CBA青年队的这个张晴宇拿球 哎呀 球被断了 不过出界 好球 好球 这个 这个余欣打得非常拼 余欣是这个牛逼队的队长 他这个三分突破都很厉害 就是 防守也是很积极 那这个是黎晨 诺晨第一得分后卫 别人来捡的 别人来捡的 这个是许哲剑 许哲剑以前也是在中间 高中效率 这个抛篮 非常的这个 非常的漂亮 对 22平 对 现在比赛非常的激烈 对 这个CBA青年队的张晴宇吃球 万志通 万志通 上篮 没进 许哲剑 许哲操演三分 李律卓抢到篮板 篮下一个转身 没有招到犯规 尸哲剑 李律出来 选择切入上篮 这个球裁判的判罚是牛逼队的球 于心也选择一个 侧步的三分 可惜没有命中 直接 选择 这个弹出去了 没有 比赛非常的激烈 大家都是防守很拼命啊 所以现在这个低得分 这场可能会是一个低得分的比赛 现在22平 篮下 转身投篮 没有命中 李律成 最擅长的位置 持球 三威胁 切入 漂亮 漂亮